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原地修整一下 来来来 把锅架上 好 来 我们去那边看看 好 有机人 有机人 保护圣上 快有机人 快 撤退 快撤 撤退 圣上 臣 送你最后一程 看来 朕 修仪 快撤退 来迟 往圣上输最为爱情 快快请起 谢陛下 向这麾下 也曾有几十元大将 可如今 只剩下两位爱情 是这乱世终粮啊 陛下 看来那些追兵 都已经被甩开了 只是如今兵伐马困 依臣之见 还是先在此地稍作休息吧 就依独孤将军之计 这墙上写的是什么呀 这些啊 都是关中俗事啊 如果有人前来问牵补挂 就可以按照这竹签上的数字 然后对应这墙上每牌每行的文字 来作为解签 这倒有些意思 这些迹上不许 你还能去拿去 这些迹上去 这些迹上不许 你也能够持续出 这些迹上买了 这些迹上不许 就有点想要 这些迹上去 你也能够帮你 你也能够帮你 了 这个迹上 这个迹上 你又要把我 陛下 陛下 地心未明 然 獨孤天下 地心便是朕 朕雖然前途未步 但只要有你這位獨孤將軍的忠臣相助 朕一定能脫威避難 將來還會一統天下 獨孤如月 你忠義無雙 杏著俠爾 朕要特賜你一個新名字 獨孤信 臣遵旨 臣與文太 恭迎陛下 恭迎陛下 孝武帝元休遷都關中長安後 全力被宇文家族死死罢持 公元557年 宇文爵在其堂兄宇文戶的扶持下稱王 國號北周 爹 聖上到了 祝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祝国大将军独孤信 恭迎皇上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独孤叔父快快请起 到了这里你才是主人吗 你们都平身吧 谢陛下 爱情 寡人真是惭愧 你这刚到京城 想必一路上车马劳动 还得劳烦照顾寡人 这一大帮子人 真是辛苦你了 臣不敢 陛下立临乃是臣之后福啊 臣妻早亡 所以府中之事 兼由长女班若 代为主持中会 今日就全且让她 好好伺候皇后娘娘吧 那是自然 在京城之中 谁不知爱卿妻子镇守边疆 班若女公子 便是京城之中 独孤府的女主人了 好了 寡人今日 要与众爱卿 好好乐上一乐 是 本若 好好地伺候皇后娘娘 是 圣上 请 殿下万福 皇后娘娘 这边请 咱们费了这么大力气 婚禁了 就是为了看她们射箭啊 我们不是看人射箭 是看射箭的人 了解她们的性格 到时候景静一好对我 你来到这儿 没跟独孤大人说一声 不怕她生气啊 我要跟她说了 就得三寇六拜 去进家圣上的 哪有这儿看得清楚 再说了 即使独孤伯父知道了 也不会生我的气 心疼我的未来女婿还来不及 我怎么觉得你待在这儿 是为了看未来少夫人 长什么样呢 相手甩 皇上驾到 他们在射箭呀 我也去 跟我 foil 给我 给我 好恰恰好证好ermo 麻烦好陛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阿玉 还是让我这个堂兄 好好教教你吧 不用了吧 尖要如山平 手要弯如月 剑要准如鹰 太师 说得好 太师的剑术 果然是得到了 先帝的清传 为什么 是不是 你иг着逃掉 就是 你 来 这 真是 是 是 咱 谁扔的 站出来 阿爹 你 参见圣上 你个小丫头 怎么这么淘气呀 赶紧向圣上请罪 快 我年纪小又调皮 圣上应该不会怪我吧 好 寡人要好好地赏赐你 跟寡人来 好 是语言你呀 这姑娘的本身 厉害呀 刚才独孤大人 怎么还打她头啊 她该不会就是那个 我哪知道 我也好久没见满毒了 老爷刚提亲的时候 你还不情不愿呢 结果现在呢 不过我跟你说真的 这个太师语文护 果然嚣张罢护 跟当年的高欢不相上下 所以正如父亲所说 以后当她的面 一定要隐藏风芒 要不然 圣上 她就是臣家中最年幼的小女 名叫加罗 都怪我 从小被我骄纵惯了 还请圣上恕罪 无妨无妨 咱们大洲民风开放 跟那些男朝 不愿抛头露面的女子不同 别说是骑射了 就是做生意 做女官又何妨 加罗啊 你剑术出众 说吧 想要朕赏赐你谢什么 谢陛下 那臣女 就狮子大开口了 臣家在西山的法词院 开了一家祭词院 臣女想请陛下 预笔亲书愿名 这又何难 待明日寡人亲自书贬一封 派人给你送去 多谢陛下 甲罗 你先退下吧 多谢陛下 阿爹 那我先走了 下去吧 好 圣上 好 圣上 爱琪 寡人此番前来 其实是由钥匙向上 方才你也都看到了 那个宇文虎 越来越嚣张跋扈了 还有那个歌姝 他就是宇文虎 养的一条狗 美其名曰保护朕 使则时时刻刻盯着这 寡人 寡人恨不得找个机会 马上除掉他们 圣上少安无躁 请先息怒吧 要不然大家敬皇后一杯吧 来来来 来来 好呀 敬皇后 敬皇后 殿下 你们独孤三姐妹 果然是一门芳妃呀 这我看 这般若雍容沉稳 好像一朵牡丹 还有啊 这曼陀美貌双全 貌似一朵青莲 至于这家罗嘛 就是年龄小了一些 可也是出刚打古朵的花呀 郑夫人 这话可就不妥了 好 这娘娘还在上面坐着呢 有谁敢称自己为牡丹哪 地为龙 后为凤 娘娘是天上的神鸾 我们这些做臣女的 被说成花花草草 一点也不为过宝 说得不错 独孤祝国是大洲的第一武臣 班若要是不敢称牡丹 我也瞧不出还有谁配了 班若 可盼着早日叫你生黄嫂呢 娘娘说笑了吗 曼陀啊 这些五娘都是你找的吧 这舞跳得还不错呢 谢姚夫人夸奖 可就是这弹曲的吧 太差了 哎 我记得 你的生目当时在教方的时候啊 那可是琴棋双绝呢 怎么着 今天作为主人的你 是不是应该给咱们露一手啊 大家说是不是啊 是啊 是啊 是啊是啊 好啊 好啊 停 不过这些舞女实在是太卑贱 还配不上我的曲子 不如姚夫人亲自下场一舞 也好给娘娘助兴 我 不知道姚夫人擅长跳什么舞 不管是杨柳枝还是妖灵舞 曲子我都会 哎呀 这个妖灵舞啊我知道 听说啊 这个妖灵舞 是从波斯那边传过来的 跳舞的人 姚上是不穿衣服的 看来姚夫人 是不想下场跳舞 为娘娘助兴喽 那不如我们来连诗吧 不错 还是快来连诗吧 曼陀 你是才女 你先来吧 是 吴家小妹年葱龙 千群竹马如卷棚 左摄右摄 鸟儿必叠霜 女子可如此 男儿当可逢 嗯 好诗 好诗 曼陀 你果然是我们大周朝的 第一才女 谢殿下谬赞 不过曼陀和殿下比起来 那是相形见绰 殿下才是天下的第一大才女 第一大美女呢 阿顺 你知不知道佳罗去哪儿了 我怎么一直没见到她 不知道啊 我也在找她呢 好 喂 佳罗你去哪儿了 我找你这儿好久啊 你的身体一直都不好 跑马这么危险行吗 我行的呀 我骑术这么好 你怎么这么不相信我呢 五哥 妹妹 反正你的骑术也就那样 要不你先来换我啊 这样我还给你保护她 没门 父亲再三让我盯着你 绝对不允许你 掺和赛马的事儿 听话 放心吧 贾罗 我一定会平安归来的 相信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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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把救给我 快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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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 terus 驾 驾 加油 加油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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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啊 疼 没伤到骨头吧 你还好吗 我没事 看看他吧 真是没用啊 这么一点小伤 就弄成这样 你 你说什么呢 我说他们是废物啊 既不如人 自己摔下来怪谁啊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呢 我五弟是怎么得罪你了 你要下如此毒手 我下毒手了吗 你们大家看见我推他了吗 明明就是他自己不小心 你胡说 我明明看的就是你把他推下去的 仗势欺人是不是 你别有本事做却不敢承认 你们毒孤家就这样待客的吗 今天是我们毒孤家做东 宴请皇上和皇后的日子 你这么做 分明是不给我们面子 我告诉你 我们毒孤家不是好欺负的 你们不要血口喷人了 这畜生不听话能怪谁啊 赛马不小心撞上 太正常不过了 明明就是他忌不入人才摔下去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 等等 听王公子刚才的意思是 整件事情就是个误会 要怪 还得怪这匹马 对呀 正是如此 这样不就好办多了吗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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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生不听话 就得好好管家 你要记得 还愣在那儿干嘛 赶紧送独孤顺回去 好 这个 当作赔偿你马儿的废物 嗯 特朗王 对呀 走啦 可侯 六千万千万能够 这个样子 才真快渴死我了 记得我告诉过你 等你做上了皇位 而我成了皇后 我才要把自己给你的 每次都这么狠心 我真想不通 我怎么会喜欢上你的 这不因为只有我 可以帮助你 做上九五之村 刚才你那个淘气的妹妹 故意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学我的面子 你还不赶紧安慰我一下 我的太师啊 你虽然权倾天下 可是因为你出身卑微 所以就算你娶了前朝郡主 朝廷依旧轻视你 这也就是为什么 你那叔叔皇帝文太子后 朝廷大臣 宁可拥护一个没有用的儿子 宇文爵为皇帝 也不愿意侍奉你为主 就是因为她的生母 是公主出身 就如同我的生母 是太原郭氏 富甲天下 就连继母 都是清禾催世之女 所以要说我们出生 贵比公主 一点都不为公 还有那厉害的阿爹 现在 可是掌握了朝廷四成的军权 并且是八大驻国之首 所以一旦时机成熟 我愿意的话 随时都可以把你推上地位 好大的口气啊 怎么 我说错了吗 这世间也只有我 才会容得下 你这有野心的女人 虽然我爹这些年 都在北江韬光养晦 可我从来没有忘记 先帝的占卜 帝兴未明 然独孤天下 我相信我就是那天命之女 虽然当今没有女皇帝 可我相信一统天下的皇帝 身上会留着我们 独孤家的心 得独孤者 得天下 只要得到了你 天下自然在掌中 不过你最好赶紧帮我去劝下令尊 他既然刚从北江归来 就理应在京城好好荣耀 别的事 最好不要插手 因为我不希望他接丞相之位 别说你不知道 为何你父亲前日刚进京 宇文爵今日就要嫁离你家列城 只要独孤姓肯接任丞相之位 他那一方就多了一杆大棋 可是我早就说过 谁做了丞相 谁就和我为敌 我可不希望有朝一日 我会跟我未来的岳父 雪人相向 你敢 你敢动我家人一根汗毛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干吗那么认真呢 我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 你敢动我家人一根汗毛 可我没有再跟你开玩笑 那我认真地告诉你 不许你和宇文玉 再眉来眼去了 这圣上才登基几年 已经换了五个宰相 您自己想想 现在还有哪一个是活着的 爹 您是名武将 又久不在朝中 何必去蹚这浑水啊 我又何尝不知啊 只是当年我和宇文泰大哥 有过生死之交 在他临终前 再三嘱咐我 要我好好照顾他的儿子 如今宇文护 是越来越飞扬跋扈 我实在不忍心 看着圣上如此受气啊 可是爹 您不是最讨厌 这些朝中的勾心斗角 所以这些年才远走北疆 远离这些是是非非吗 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爹 您还记得吗 当年母亲临走前 您是怎么答应他的 您答应他 哪怕天塌下来 都一定要照顾好 我们这些儿女 倘若您真的接下 这丞相之位 必定跟宇文护有所冲突 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这些弟弟们还那么小 您若不在谁护着他们 还有我们这三姐妹 都还没出嫁呢 难道您真的想 我们出嫁的时候 座位上没有父母高堂 好 放心吧 爹不会轻易答应圣上的 不过你说得对呀 男孩还可以等上个几年 倒是你们姐妹三个的 婚姻大事 该考虑考虑了吧 这些年 你把京城独孤府 打理得井井有条 为父甚是欣慰呀 不过再好的女儿 流来流去 也会流成仇的 爹总不能把你一辈子 放在身边吧 快告诉爹吧 你是不是看上 哪家的公子了 我听说你最近 跟宁都王走得很近呢 爹 好 我不说就是了 不过啊 曼陀和家罗都长大了 你的事如果不早一点定下来 你让他们两个人 怎么出嫁呢 这家罗还像个小孩子 还没有长大 您教他今天如此淘气 以后怎么嫁人做子息啊 家罗这孩子 从小跟在我身边征战 倒是养成了一副 假小子的模样啊 还好这些年把他送回京城 得到你这位长姐的教导啊 哦 对了 听说那个杨坚 马上就要进城了 是啊 你杨叔叔啊 他一直担心着朝中局势不稳 所以阿坚呢 就自告费勇地代父觐见 这孩子还真是不错呀 又聪明又懂事 不但懂得带兵打仗 还懂得琴棋书画呢 等他这回进京啊 我就让曼陀和他把亲事给定了 曼陀 怎么了 哦 在我们三姐妹当中 爹向来最疼家罗 我以为这门好亲事 您会留给他呢 不许胡说啊 你们姐妹三个人 我向来都是一视同仁的 虽然你和家罗都是嫡出 而曼陀他 不过啊 别担心了 以我和你杨叔叔的交情 他嫁到杨家之后 不会受到亲事的 女儿知道 二妹要是知道 爹给他安排这么好的亲事 在梦里都不知道偷笑几回呢 瞧瞧瞧瞧 这皇后娘娘赏的奉差 就是不一样 奴家还是第一次见到呢 姑娘这是怎么了 姑娘今天在猎场大显才艺 把大姑娘都给笔下去了 瞧这差子 定是个好彩头 姑娘日后 定可与皇后娘娘一样尊贵 尊贵什么呀 杨坚就要进京了 大家都说 阿爹会让我跟他定亲 这 这怎么能行呢 怎么不行了 这可是大喜事 杨世子他文武双全的 跟姑娘真是天生一对呢 就此 你说什么呢 这杨世子再好 他也只是个世子 怎么能和宁都王 府城王相比呢 是啊 为什么皇后 想让班若嫁进皇室 这府城王 整天也跟家罗宁在一块 而我就只能嫁给一个臣下 姑娘 这有些事情吧 哎呀我知道 因为我是姨娘养的 其实老爷也是一样疼你的呀 这府里的三位姑娘 就属您长得最好看 财血也是最出众的呀 那我就更不应该 比他们差了 凭什么他们能做王妃 我就不能 好 说 跟你说过几次了 让你在猎场谨言慎行 你为什么招惹宇文护啊 因为他拿剑对着阿爹 而且还是在咱们家的猎场上 而且你也说过的 独孤家的人 不能随便被欺负 那要是随随便便就忍了这口气 传出去以后 谁还看得起咱们家啊 那再说了 那五哥被欺负的时候 你不也是一刀八码就给捅死了吗 而且现在能做的事情 你都能做是吧 可是我昨天一见剩下去以后 那宇文护也收敛了呀 说你傻你还不信 你觉得区区一个太师 整治不了你这个姑娘吗 都现在还心有不服 多看看你二级 都已经要定亲的人了 你呢 连个姑娘家的样子都没有 夏哥 去你姑娘的房间 拿三幅绣品过来 五天 五天之内 我要看到三幅担凤朝阳 我 我 阿姐 你罚我我认了 可你能不能换一个 要不 你 你打我 怎么哪儿都行 总比绣花强 好啊 那阿姐打完之后 再加倍六伏 好 我 参见圣上 爱卿 你可算来了 宇文护的人一直看着朕 寡人好不容易才能溜出来 多顾叔父 你一定要救救寡人哪 圣上你这是 圣上您快快请起 多顾叔父 你有所不知啊 那宇文护现在越来越飞扬霸虎 前几日在朝堂之上 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公然博了寡人的旨意 还有上一次 寡人喝了他先的毒酒 也险些一闭不起 这放眼朝堂之中 唯一能给宇文护抗衡的 只有独孤叔父您了 所以 所以朕逼不得已 只能把您招进京来 你 你一定要接下这个丞相之意 救救寡人啊 圣上快快请起 君有令 臣被英领之 只是 臣的年纪日渐老迈 恐怕 难道你忘了先帝的 托古之言了吗 难道你就眼睁睁地 看着寡人 死于乱臣贼子之手 臣当然不会了 那就请多顾叔父您 尽快搬入丞相府啊 还请陛下 容臣再多考虑些时日吧 还请陛下 容臣再多考虑些时日吧 太师果然是耳聪慕名啊 独孤大人 我一向遵敬您这位大魏第一名将 也正因为如此 我才不希望你被别人利用 来跟我作对 拾君之路奉君之事 何来利用之余呢 好 那我来问你 就凭他 这个动不动就爱哭的文若书上 能够跟七国高战抗衡吗 更别说 梁国那边还虎视眈眈呢 你忠君 可他算什么君 不过是我扶植的一个傀儡而已 独孤大人 你是聪明 我也不求你站在我这一边 只要你肯保持中立 不接任丞相之位 我宇文护日后 必定会许你一个 无人能及之位 到时候我们两家的关系 只会更加同其联支 多谢太师啊 如今 我已经是一个 一品的驻国大将军了 位及人臣 只要想高 就能更高 是吗 大人 看来你果真如传闻所说 不求名利 不过你难道真的忘了 独孤天下了吗 但是 你为群臣之首 怪力乱神之语 还是少说为上吧 这可是当年先帝 亲自粘出来的预言 独孤大人 还是和我联手吧 我必定会帮你 把独孤天下 变为先世 是 太师啊 倘若真的独孤天下了 敢问太师 您又如何自处呢 我都已经好话说尽了 独孤大人 你别不是抬决啊 我独孤信一身功勋 全是靠自己征战沙场 血战而来啊 我真是不知道抬决二子 该怎么写 你 他果然有言不尽 主上 歌姝愿为主上分勇 别自作主张 他是般若父亲 再等等吧 他毕竟还没有接任丞相之位 不是吗 主上所言即是 杨忠那只老狐狸 竟然成病不愁 只派个儿子来进京 那个叫什么来着 其子名叫杨坚 杨坚 你帮我派人盯着 等他一进京 马上通知了